说需要改习惯的还有大连的这位网络达人 你说你干的叫啥事啊 找人来探店结果讨人宴 大连姑娘小李开了家面包店 听说团购挺火就找了几个探店达人 你今天有几个人来拍 我说有四个人来拍 他说那行那我们就一家拿一个 就这样说 其实我当时我就有点懵 小李发懵长叹一声 是自己没见过世面 还是你们太随便 拿着他的手机围着我的店转了一圈 然后他就过来问我说 你就这四个吐司 你就做了四个呀 我说对啊 我就做这四个吐司的团购 然后之后他说 那我们怎么拿 一家拿一个呗 然后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 我不太知道 他要拿走是拍摄还是干什么 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要拿回去拍摄吗 他说不是啊 我去别人家店都给我东西啊 然后开始给我翻他的手机相册 就有他拿个不知道在谁家店 拿个蛋糕这么拍照 说这个就是我去他们家店拍蛋糕 老板送我个蛋糕 就这种 我就明白意思了 他就是要面包 磨磨叨叨 原来是要面包 小李觉得 这位探见达人干活不认真 但套路挺深 因为该不该带走面包的问题 双方在店里发生了争执 来拍一趟跑一趟给一个也行 又不是什么贵东西 一个面包 你倒也无所谓 然后呢 我说那你给我看一下你的账号吧 我一看这个账号 四个视频 第一个视频一个赞 第二个视频四个赞 第三个视频四个赞 就是这种数据 我就给我那个 我联系的负责人打电话沟通 然后打电话沟通回来呢 他也去打电话了 回来之后他就问我说 那你什么意思 不用我拍了呗 骂人了 我就投诉你怎么是吧 就走吧 今天晚我一天起 就有这些功能 肯定会吵架了 最后 小李找到了探念达人所在的公司 要求对方给自己道歉 具体的一个东西 我也不太了解 对你财望我也没有一梦 说白了 它是属于监制 它那个个人行为的话 我们约束不了它 这天我跟他沟通过 我说 我说既然咱错了的话 你就商家说点无所谓 对不对 这玩意有什么呢 大不了就就是 懂 啥玩意就懂啊 别怪小李扳起面孔 你们实在不成体统 当着记者的面 小李联系了之前的那位探点达人 这也是事后两个人第一次通话 对方的态度也突然有了反转 我现在比你大 我看着你比我手 然后我就觉得 我现在我给你真正道歉 我手腕让人不解放 我是气头上 在某宏敬手电话 我给你道歉 我也没有想到 我给他打电话 他的态度会这么好 还会跟我道歉 因为我上午联系 那个负责人的时候 他问我 你想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我说我 我最起码要他一个道歉 但是当时我得到的答复是 觉得他应该是 不会跟我道歉 所以我没想到 这个电话给他打过去 会是这个状态 我也得到他一个道歉了 那事情到这儿 也就可以结束了 自从我发了那条视频之后 第二天就有一个大阁 是从黑石礁特意过来的 帮我伸张正义那种 然后还在我这买了两个面包 网友真的都是很热心的 然后我非常感动 这是探店呢 还是要饭呢 小李说 像类似这种推广 他还会继续选择做 但是会更细心一点 认真一点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同时咱们也希望 其他像这样的网络达人们 做好自己的工作 你拍摄的时候 不要敷衍了事 人家愿意送你东西是情分 不送是本分 你自己所要占便宜 我跟你说 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